这个老太太比出手枪的姿势 想对抗对面的亡命之徒 杀手们瞬间笑得站不起身 谁知老太太砰的一声 所有杀手都被击中无一例外 原来这个不咋样的老太太 是东南亚的地下皇帝 她早就在远方几百米的山上 埋下了几十名狙击手 只要自己发出动作 狙击手就会立马射击 可惜那些杀手 到死都不知道自己是怎么死的 很快老太太就命令心腹 将一个一转移到自己账户上 谁知完成工作后 下一秒 老太太就翻脸不认人 我这么多年跟着你 我没有功劳还有苦劳吧 侯爷 求你了 你知道的太多了 对着手下一枪下去 男人直接被人推下山崖 看着水里飘上来一具尸体 老太太还以为自己赢了 殊不知 电脑上却闪出一个搞怪的画面 原来男人早知道 老太太会对自己下手 于是提前将一个意 转移到自己账户上 然后在水里提前准备了一具尸体 没想到老太太 还真的会杀人灭口 几天后 男人就闪现到日本 为了避免老太太追杀 她特意全身整容 换了一副面孔 就算亲妈站在她面前 也认不出她是谁 女人为了逃出监狱 故意和玉霸作对 等到玉霸拿出刀子时 她却故意将刀子 扎进自己腹部 但她这么做 并不是为了寻死 只有被送到监狱外的医院 她才有机会逃出去 虽然警方用手铐将她绑住 但女人却丝毫不慌 直接将手上的针头拔下 然后放进锁眼里 等到警方察觉不对时 走进查看 病房里已经空无一人 殊不知 就这样 她顺利逃出监狱 转身就跑到了男友家 原来她在监狱里的 到男友死亡的消息 这才冒死越狱查看线索 结果走到家里 她却看到了一个 和男友一模一样的人 她还以为男友假死 欺骗自己 直接对她大打出手 其实这个人并不是男友 而是男友的双胞胎哥哥 直到两人听到门口传来动静 他们才敲咪咪的跳窗逃走 本以为能逃出追踪 没想到刚出去 就被地下皇帝侯爷的人带走 原来弟弟偷了侯爷一个亿 假死逃到了日本 他们两人这才被侯爷的人盯上 好在车子没开 两人就开启行动 逃了出去 与此同时 整完荣哥弟弟刚走到街上 就被侯爷的人盯上 抓回了基地 为了惩罚不听话的小弟 老太太将不要钱的电蛮放进水中 水里呲啦啦传来电流 男人差点被电晕过去 但这只是东南亚最轻的折磨方式 随后男人就被绑在电线杆上 只要开始刮风下雨 他就会被烤成灰烬 与此同时 女友为了救出男人 将一个亿和侯爷犯罪的证据交给警方 想让他们救出男友 不料还没上车 就被警方一锤子砸晕 原来这名警方 也是侯爷安插的卧底 等他看到女友也被抓来后 直接傻眼了 不可他 冲我来啊 杀我啊 刺头罗尔纳 他居然报警 报到我街里来 七夕 不错 都杀了 随着小弟们开启行动 没想到被绑的男人却跳了下去 原来是他的双胞胎哥哥提前赶到 将他救了出去 女友见此也不伪装 立马逃脱束缚 溜到了一遍 侯爷见大事不妙 还想逃跑 双胞胎哥哥 哪能让他轻易跑掉 立即开车 马上撞下侯爷 谁以为他这次必死无疑 不料侯爷竟然装死一枪射击过去 然后开着直升踏板飞了出去 等到兄弟俩看到这一幕后 直接傻了眼 但幸运的是 三个人都安然无恙地逃过这一劫 故事的最后一幕 老太太也前往日本 整容成女友的样子 这是导演想拍第二部的节奏 这部电影告诉我们 多行不易自闭自 速速电影 带你走进不一样的电影世界